而高雄则是有民众开车行进前证区 发现一台警用机车 骑士没有穿警察制服 也没有鸣笛开警示灯 而且违规占用右转车道 引发民众抨击 难道就是共享警车吗 对此警方澄清 其实这位女骑士是派出所远警 当天结束长讯后 骑警用机车返回驻地 而对她的交通违规也要依法开罚 用路人开车行驶 只见后方一辆警用机车击死而来 只是仔细一看 警用机车没开警示灯也没鸣笛 而骑士更没穿着警察制服 只披着一件外套 所有来到路口还当界违规 大喇喇从右转车道切到执行车道行驶 画面曝光令人看傻 事发在11号下午3点多 高雄前镇区光华三路 有民众直击一名女子骑乘警用机车 没开警示灯跟警笛 还违规占用右转车道执行 也令人哗然 难不成这是共享警车吗 对此辖取警方澄清 这名女骑士并不是一般民众 而是草牙派出所的女警 她当天前往分局 实施常年训练结束后 就骑乘警用机车返回驻地 也请民众别误会 针对交通违规部分 分局绝不护短 而远警长讯完 骑士穿着便服并无不妥 实施骑车违规 现在警方除了依法开罚 人民保姆的辛劳 也请民众不要抹杀 藉由高雄众报导